男人为了戒烟 竟然斥巨资住进了监狱 这里虽然环境一般 可各国美食应有尽有 全都出自米其林大师之手 犯人们几破头都想住进来 可监狱里真的这么美好吗 一觉睡醒 葛兰已经住进了这里 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和蔼的老头当室友 他看向脚下 一层层求是身不见底 上方同样望不到边境 老头告诉他 你很幸运 第一次来就住到了48层 葛兰还没反应过来 老头就拿来枕头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接着上方落下一个平台 平台上铺满了食物 老头开始狼吞虎咽 葛兰放眼望去 上面竟是满满的食物残渣 按每层有两名犯人计算 这些饭菜已经是94人吃剩下的了 可老头却吃得津津有味 还劝葛兰赶紧吃点 这是他们今天唯一的食物 听了这话 葛兰拿起了一个还算干净的苹果 装在口袋准备当做晚餐 老头笑了笑没有说话 很快平台继续往下 突然房间变得燥热 老头告诉他 如果不扔掉那个苹果 很快他们就会变成肉干 这就是私藏食物的下场 葛兰立马扔掉苹果 温度这才恢复正常 他询问老头 这里总共有多少层 老头说他也不清楚 自己只去过132层 那里根本没有一点食物 葛兰很疑惑 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老头只是微微一笑 拿出一把匕首开始剃指甲 第二天 平台照常下降 可上面却坐着一个女人 身上满是伤痕 葛兰想帮他处理伤口 老头却告诉他 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 他每个月都会杀掉室友 乘坐平台下来一趟 葛兰吓坏了 眼睁睁地看着他继续下降 可刚到下一层 两名犯人强行将他拖走 善良的葛兰大声呵斥 想要下去帮忙 可十米的高度让他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 女人的惨叫声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男人的叫声 只见女人满身是血地爬回平台 结局自然不言而喻 三天过去了 葛兰实在饿得不行 拿起一块烟黄瓜吃了下去 这一下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渐渐地融入这里 和是由老头愉快地生活着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晚上葛兰突然闻到一股怪味 老头对他说 这是到了分配楼层的时候了 每个月都会重新分配一次 祈祷吧我的朋友 祈祷我们不被分配到更深的楼层 还没等葛兰明白是什么意思 他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当他再次睁开眼 却发现自己被布条堵住了嘴 牢牢地捆在了床上 老头来到床边 看了一眼墙上 171层 很明显 这里不可能剩得下食物 上方传来一声声惨叫 伴随着活人向下坠落 饥饿已经将他们逼疯了 想要活下去 只有一条路可走 平台缓缓下降 上面干净的连块骨头都没有 老头来到葛兰身前 告诉他 我会尽量保证你活下去 前一个星期我不会动你 到了第八天 那就对不住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葛兰从一开始地怒骂 挣扎 到最后地放弃抵抗 他绝望了 老头来到葛兰床前准备动手 拿出小刀狠狠地扎了下去 就在这时平台下降 那个女杀手坐在上面 一酒瓶将老头打晕 割断葛兰身上的束缚 将匕首递给了他 葛兰拖着受伤的大腿 来到老头身前 一下又一下地刺了下去 很快女人离开了这里 为了活下去 葛兰躺在老头尸体的旁边 靠他撑过了这个月 这晚 他又闻到了那股怪尾 知道换层的时间到了 当他一觉醒来 看了一眼墙面 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了33层 室友是抱着一条狗的女人 他曾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而现在身患绝症 临死前想改变一下监狱的现状 据他所说 监狱总共有200层 只要合理分配食物 每个人都能活下去 他还会在饭后再准备两份食物 让下一层的犯人指示这些 可那些人哪会听他的话 尽管如此 他还是每天重复着这些动作 终于有一天葛兰看不下去了 他威胁下一层的犯人 如果不听话 他就会在食物上拉屎 他们果然乖乖照做了 这是多讽刺的一件事 女人努力了那么多天 竟然不如一坨食管用 这天平抬照常下降 可上面竟躺着一个女人 正是那个寻找孩子的女杀手 两人将她抬到床上 精心照料了一番 可就在当晚 葛兰被一阵争吵声吵醒 原来女杀手将女人的狗狗宰了 第二天 女杀手带着狗肉继续下降 女人则失魂落魄地坐在了墙边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 又到了换层的时间 当葛兰睁开眼 墙上赫然刻着一个数字 202 原来这里不是只有200层 女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已经上吊自杀了 葛兰向下望去 依然身不见底 不出意外 平台上一点食物也没有 开始的时候 她还能靠着吃书度日 可慢慢的书也吃完了 葛兰绝望了 拿起了一块玻璃碎片 靠着女人活了下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走了大狱 竟然被分配到了第六层 室友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小黑 她拿着绳子 跟上一层的人商量 能否让她上去 只需要爬五层 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他们答应了 可就在小黑爬到一半的时候 他们却突然松手 幸亏葛兰一把拉住了她 救了她一命 可她的绳子却掉了下去 小黑沮丧地坐在墙边 这是她离逃出最近的一次 虽然这一层食物丰盛 可他们却高兴不起来 两人都想离开这里 晚上 葛兰主动找到小黑寻求合作 如果他们乘坐平台下去 控制每一层的进食量 那么所有人都能活下去 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卸下床板当作武器 站在平台上往下走 前五十层两人不允许他们吃饭 因为昨天已经吃过了 他们肯定饿不死 有些人会反抗 但小黑一棒子 就让他们安静下来 途中 两人遇见一位智者 告诉他们这样做是没用的 管理层根本不会在乎他们 如果他们保留一份食物 顺着平台送上去 让管理层看到他们改变的决心 那么就有可能会改变这一切 小黑拿起一盘布丁 将它牢牢地保护起来 两人继续往下降 肯定会有人反抗 但都被小黑以德服人 到了五十层以下 两人开始按需分配食物 这些层反而没人反抗 能有口吃的就感恩戴德了 可就在这一层 葛兰看见了女杀手 她被一个男人粗鲁地抱到床上 一刀刀地向身上刺去 葛兰直接扑了过去 将男人按在地上一顿抱锤 小黑也将她的同伴放倒 可女杀手已经就不回来了 两人也被打得遍体鳞伤 颤巍巍地顺着平台向下走 终于 平台停在了333层 小黑本想将食物放在平台带走 可看见小女孩的样子 他们还是犹豫了 将布丁给了小女孩 晚上 平台上升的时候 葛兰被吵醒了 可她碰了一下小黑 发现她早就凉透了 第二天 她带着小女孩 坐着平台往下走 下面果然没有了牢房 她将小女孩留在了平台上 自己走了下去 小女孩 就是她要传递给管理层的信息 电影就此结束 这部电影反映了社会阶层问题 深究起来让人不寒而栗 首先是老头 他代表的是极端利己主义者 不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怎么都行 可一旦威胁到自己 那么就会露出她真实的一面 女员工就是个圣物 感觉靠一张嘴什么都能做到 其实就是纯粹生活在幻想里 小黑代表着对自由的渴望 对上层社会的渴望 她无时无刻都想着怎么往上爬 而小女孩呢 我的想法是小女孩根本不存在 她代表的是人们内心的真善美 其实小黑和葛兰早就去世了 剩下的都是他们的执念 在电影的中间部分 就已经讲了结局 管理层的人拿着一盘布丁 挨个询问里面的头发是谁的 以为是因为有头发犯人才不吃的 葛兰用生命送上去的布丁 到了管理层眼中去布置一题 他们在意的只有眼前的东西 根本不在乎下面那些犯人的死活